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 贵州溜盘水 一位29岁的女性化癌以后 疑似找到丈夫的虐待 瘦的只剩皮包骨头 而且身体都腐烂了 里面居然长了蛆 而她的丈夫居然在直播卖惨 直播打赏获得的钱 也不去给她的老婆看病 那么今天官方通报出来了 这件事情还在调查当中 这位女性已经得到医院的救治 进入ICU了 对于网友反映的 她的丈夫她的婆家虐待她的新闻 还在核实当中 那么根据一些新闻的报道 这位女性今年29岁 已经生了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当她以为她为婆家生了一个儿子 可以享福的时候 慢慢没想到 查出来甲状腺癌晚期 现在这个甲状腺癌已经出现了 肝脏脾脏一线的 多处的淋巴结转移 以及多处的骨转移 而且的话出现了 腰部低尾部的鸭疮四七 还有中毒的贫血 关于她的丈夫是否虐待她 是否没有给她及时的治疗 咱们不知道 我们来聊一聊甲状腺癌 以及鸭疮 很多朋友肯定都听说过 甲状腺癌是最懒的癌症 治疗效果是最好的 生存率在90%以上 那么为什么 新闻当中的这个女性 甲状腺癌出现了多处的软移 而且的话呢 已经出现了营养不良 瘦成皮包骨头 这边有几个可能的原因 第一个 她患的甲状腺癌 跟普通人患的甲状腺癌 可能不太一样 甲状腺癌呀 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病例类型 大部分人得的呢 都是比较好的病例类型 育后很好 大部分人做了手术以后 都可以长期的生存 但是的话 也有小部分的人 小于5%的人 会得一种恶性程度 非常高的甲状腺癌 叫甲状腺胃分化癌 这种甲状腺癌 进展很快 很容易出现全身的转移 一般来讲 发现以后 生存期不会超过6个月 还有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没有早期的发现 没有及时的治疗 虽然叫做懒癌 但是 如果你发现有癌 不及时的治疗 那这些懒到的癌细胞 它也会增值 有可能会出现远处转移 还有就是 如果你每年不定期体检 没有发现早期的甲状腺癌 等到出现 体重下降 消瘦 全身的疼痛 去医院查的时候 可能已经晚了 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出现了 全身的骨转移 所以 虽然甲状腺癌 叫做懒癌 但是 也有一小部分的患者 如果得了一些 特殊类型的甲状腺癌 或者 没有及时的治疗 没有早期的发现 也可能会出现远处转移 也可能会危及生命 第二个问题 什么是压疮 这个非常好理解 就是你长时间的 保持一个姿势不变 然后局部受到了 压迫 导致组织缺血缺氧 最后会出现 坏死和感染 就是牙疮 牙疮可以分为 1234度 4度是最严重的牙疮 就是你的肉 已经腐烂了 而且已经 整层皮肤都烂透了 见到了骨骼 见到了肌肉 再发展下去 可能骨骼也会感染 出现骨髓炎 严重的情况 就会危及生命 老年人 营养不良的人 长期卧床的人 瘫痪的人 容易得牙疮 鸭疮跟家里人的 照顾不周 是有直接关系的 为了预防鸭疮 这个患者 一定要勤翻身 不要长时间 保持一个姿势不变 比如说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就要翻身一次 还有一些 专门预防鸭疮的 床垫可以购买 如果家里面人 护理不好 照顾不周 没有帮助他 勤翻身 那么就很容易 形成鸭疮 你的肉 吃血缺氧 坏死以后 就有可能会 长蛆 蛆 喜欢吃你的烂肉 鸭疮的 预防是大于治疗的 因为鸭疮治疗起来 非常的费劲 耗时很长 花费也很大 治疗效果还不一定好 轻度的鸭疮 通过换药治疗 加强营养支持 一般可以长好 很严重的鸭疮 要清理掉快速组织 长时间的换药 才可以长好 如果坏性面积很大 缺损了很大一块 那么还可能需要 直皮 愈合的时间 非常的漫长 可能要几个月 甚至是一两年 才可以完全长好 患者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那么从这件事情 在医生想告诉各位朋友 第一点 一定要定期的做体检 第二点 如果发现了癌症 一定要早期 及时的治疗 第三点 经济独立 或者找对另一半 非常的重要 自己经济独立 自己有钱 给自己看病可以 或者是靠谱的另一半 有爱情 有亲情 给你做后盾 你生病了 可以好好的照顾你 及时的带你去医院看病 这样不仅治疗效果好 更不会出现 新闻当中 这位女性这样的情况 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来 这张的支持 关注 关注派遇真生 一点点